亲爱的小凯 强道话的朋友先说正题 所以我就先说了一下正题 那接下来 我就说一点自己的私心 因为我真的超级喜欢王冰凯 因为我是从12岁的时候 才喜欢王冰凯 然后 然后我从这儿 然后我就还特别做了一场 然后也比较王冰凯 这时候也变成现在 我看上那个大耳朵模样的时候 也在经济让我 我从乡村坐几家走到云天到北达 所以我特别想把这件衣服 你比我优秀 哈哈哈 我就是能优秀很多时候 会有一个欢迎 什么可能要讲 这个时候我觉得 一句诱饵也可能 并不是偶像那样写成的存在 而且我也是一个 非常不合格的狂热的 假粉 然后我觉得 你对我来说 就算是一种榜样 一种币 所以能够记住我 走到现在 那我对人现在有一个 小小的奇迹狗 因为 因为你 就是我12岁的时候 第一次约生 你今天是我22岁的第一天 就是我今天是我的生日 啊啊啊啊 所以 就是我12岁的时候 12岁的时候 很棒 很 нап了 我今天 ので 那个人 希望 今天要先 莲莲的 财源本期 哈哈哈 哈哈哈哈 谢谢谢谢 我也有一个人说 恭喜法财 哈哈 谢谢 谢谢 因为恭喜法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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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